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军兵方式,我国不强制征兵,大学生或者是社会年轻人想要当兵都是可以的,只要报名然后通过体检等方面的检查,通过之后就可以进入军队。 但有的国家却是强制征兵,比如以色列,这个国家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必须要当兵,所以可以说以色列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。 我们的邻国韩国,也是一个强制征兵的国家,韩国法律明确规定,凡是达到年龄的男性,都必须要到部队去服兵役。 至于服兵役的年限,就要看个人的实际情况了,这点对于大多数女生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,因为经常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韩国爱豆传出要去服兵役的新闻。 其实这个规定对于韩国明星来说还是比较残酷的,娱乐圈的竞争特别大,服兵役就意味着两三年不会出现在观众的视线里,这对自己的人气会有很大的影响。 因此有的明星为了逃兵役,便选择更换自己的国籍,比输韩国明星刘成俊,当时他在韩国非常火,但是因为不想到军队去服兵役,于是便速自把国旗改成美国国籍。 因为只有不是韩国国籍的人才,不需要遵循韩国法律,只是他的这一举动,却被韩国政府认定为逃兵役,不仅遭到国家的全面封杀,而且还禁止他回到韩国,至今都没法回国。 所以,即使他的家人在韩国,他也没有办法回去看望他们,遇到这样的事情,刘成俊自然也非常后悔,他一直都希望可以得到韩国政府的原谅,曾经他声泪居下的下跪道歉,但是即使这样,韩国政府以及民众也都没有办法原谅他,刘成俊依然还是没有办法踏进韩国土地, 也许现在不管刘成俊怎么做都改变不了,被禁止入境的现状吧。